工厂老板只因回收了废旧的汽车电池 却造就了一条百亿的生产链 这些刚回收回来的废旧电池 会被粉碎机研磨粉碎 为了方便分离杂质 工厂会往粉碎机中加入清水 这样塑料外壳等杂质就会漂浮在表面 方便了机器将这些塑料杂质 吹进准备好的卡车后备箱 这些塑料杂质将被重新融化做成聚乙烯颗粒 而沉积在水底的金属就是工厂所需要的 这些金属会随着窝杆进入到下一个加工车间 在下一个车间 这些金属会被样板挤压将水分挤出 只留下这种金属块 并由工人将其剥离下来 这些剥离下来的金属块 会被放进这种拥有化学溶液的水石 这些化学溶液会分离出部分金属 并使铅在底部沉淀 待其沉淀完成之后 就能将上面的液体排出 不过此时沉淀的淤泥中还不是纯铅 工人会往淤泥中加入煤 之后再由传送袋一起送进高温熔炉 经过高温烘烤后 铅与其他金属就会融化 同时因为铅与其他金属的密度不同 就能将铅分离出来 为了得到更加纯净的铅 这些分离出来的铅溶液 还会进入到这个钢炉与烧减锁锅 此时我们就得到了相当纯净的铅了 这些分离好的铅溶液会被倒进这种方形模具 并由孤人将表面的杂质去除 待其完全冷却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铅块 而这些铅块就会被重新制作成汽车电池 一块汽车电池几万到十几万不等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